封岭 幹什麼 瞎了眼的奴才 沒看見我是誰 任憑是誰 只要跨出門檻一步 斬 你們是奉誰的命令 奉領示威大臣兼九門提督之令 何大人 就是奉領示威大臣兼九門提督 除了我 還能是誰 你們說還能有誰 我 是我 何大人 你沒想到嗎 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 當年你沒整死我 今天我又回來了 何將軍 有什麼話你好好說嗎 並留中堂 波森特只是奉旨行事 與他人無關 我喝走 他還會出獸 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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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大罪十二经查找和珅家产 所在南部房屋建设于智 其多宝阁及阁段式样 皆仿照宁寿东制度 其原聚点队竟与原兵员 捧脑摇台无疑 不知是何非常 其大罪十三 一家内所藏珠宝内 珍珠首串竟有二百余串 脚之大内多致数倍 并有大珠 脚欲用关顶由大 其大罪十五 又宝石顶 并非一英代之物 所藏珍宝石顶有数十余个 而大块珍宝石不计其数 其有内务谷所谷者 其大罪十六 家内银两及一部等件 一千万 其大罪十七 且夹币藏金两万六千余两 私库藏金六千余两 地窖内并有埋藏银两百余万 其大罪十八 一家人流泉 不过下贱家奴 而茶钞资产 净至二十余万 并有大珠珍珠首串 若非纵令去锁 何得如此丰饶 其大罪二十 停 给宫中起来 将你们几个镇的兄弟照来 是有件事想通报一声 朕已经将和珅革之拿问 并超莫其家产 朕为什么等不到黄考之丧期满 就急欲处置他呢 实在是因为他祸国殃民 专善狂妄 已经到达了不可容忍的地步 和珅一日不处 刚记则一日不速 皇上请不用解释 我们就知道和珅他早晚会有这么一天 是啊 和珅倚仗皇阿玛的宠信 压了我们兄弟二十多年 皇上听说和珅家产只两亿银子 可有此事 这些谣传怎么能够信呢 现在清查的单子还没有出来 不过估计再两三千万两吧 皇上 和珅贪污了这么多银子 真是害人听闻呢 那么皇上将如何处理这么多的金银财宝呢 这金银 古丸都交给内务府广储司 至于说当铺 还有出租的田地 就由内务府继续经营 你们放心 朕不是那种好货之主 不是说这些财富交到内务府 就归朕一人所有了 老八 在 听说你曾说了一句话 弄得天下皆知 哪句话 你说 这天下的皇位 即便像鱼点一样多 也落不到你的头上来 还说啊 如果能分到和珅的一座宅子 你就此生不枉意 皇上 我那只是随便说的玩笑话 可没有别的意思 朕没有怪你的意思 而且 朕觉得这句话特别的好 好就好在 有自知之明 所以啊 朕打算 如你所愿 把他的宅子 赏一半给你 谢皇上天 都是朕的兄弟 朕 是不会亏待你们的 对了 和珅 还有一个点的行 叫 斗金堂 十一个 归你了 谢皇上 老师妻 在 这和珅呢 还有几个花园 我看 你就拿一半去吧 谢皇上 至于和珅的 另一半宅子和花园吗 禀皇上 石公主求见 石公主吗 是 好好 你先下去吧 跟他说 朕马上见的 这 你们都起来吧 谢皇上 石公主来了 你们先下去吧 这 石公主 何大人 二位大人是来给我送行的吧 我想要是外人看到我们三个在这种地方喝酒 一定会诧异的张大嘴巴半天喝不拢了 何大人 让我来敬你一杯 我们三个人 小兰雄文采风流 旷达积聚 短处却是文人气太重 刘勇雄勇于认识 勤恳忠耻 短处却是过于认真 我呢 说句实话 二位的长处我全占了 短处却没有 一言以蔽之 长袖善武 可是到头来却不得善终 看来一个人太聪明了 并不是件好事 何大人 来 来 干 来 来 来 好 好意思 实际鸟头林 剩了片白茫茫大地 也真感激 好 好 我这儿也有一首诗 绝你诗 靖小兰兄 多指教 五十年前 梦幻生 今朝撒手 平红尘 踏实 随口 安兰日 继续相归 是 好甚 是啊 等到隋州黄河绝口和龙的那一天 我也该转世投胎为人了吧 好 好啊 好啊 这一杯酒 我来敬 感谢二位大人 前来为我送行 何大人 慢 何大人 在你上午之前 你还要见一个人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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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 可能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么多年 此守在一起 都被逾越这道藩礼 如今须于要离开人世 才要避养 荒芸 反觉的惆怅 怕失去什么 就这样吧 庆祢已经知足了 庆祢 我真该 早点娶你 庆祢此心 遭受浪迹 娶不娶 都是一片真情 姐 那年去打灭人 皇上派我送君祥 去云南兵境 我到房间 跟你道别 你眼圈红红的 却只说了句 早点回来 这句话 一直伴随着我这么多年 你 如今 我又要走了 你还能再跟我说一句 早点回来吗 我 走 不能 为什么 是吗 我要陪你一起走 好 清脸 是谁 是吗 老兄弟们 是吗